冠鵝獸是該時代的最大型陸地動物之一 它的體型與成年公牛一樣大 頭顱擁有數個大型的角狀物 人們剛發現這種動物化石的時候 還稱呼其為帶著王冠的鱷魚 恐龍最早出現在兩億三千萬年前的三疊季晚期 滅絕於約6600萬年前所發生的白二季末滅絕事件 大約統治了地球一億七千萬年 以地質年代來劃分 恐龍幾乎統治了整個終生代 在恐龍時代之前的古生代或中生代早期 也有許多強勢生物存在於地球上 今天來介紹的是 我在恐龍時代之前的十大生物 進入主題之前先解釋 今天介紹的生物有些被取名為某某龍 但實際上它們跟恐龍並沒有關係 就像是翼龍或是蒼龍 實際上並不是恐龍 只是中文取名的關係 所以其實應該證明為某某獸之類的 我想會比較合適 怕造成誤解 所以在開始之前先解釋 那接下來我們進入正題 第十名 幻龍 幻龍 署名為假冒的蜥蜴 又稱衛龍 化石發現於歐洲、中東、中國 經推測生存年代為三疊暨中期前就存在 距今約兩億四千萬年前 幻龍外表看起來與蛇頸龍十分相似 所以某些生活學家認為 部分的幻龍類最後演化成了蛇頸龍 幻龍和蛇頸龍相比起來 幻龍的身體小且纖細 重點是還不能完全適應水裡的生活 所以他們可以在岸上做長時間的停留 屬於兩棲的生物 幻龍的身長約四公尺 具有長腳趾 指尖有脯 尾巴呈齊狀 幻龍可能藉由搖擺尾巴 以及有鋪的膠掌 讓它能在水中可以推動前進 幻龍的頭部長寬廣且平坦 他們可能利用排列著真狀牙齒的嘴巴 捕捉魚類或其他海中動物 幻龍可能緩慢地跟蹤獵物 例如潛水區域的小型魚類 然後快速地展開攻擊 只有少數獵物 可以從它的嘴巴中掙脫 第九名 霸魚 霸魚 英文署名Titanic 有巨大字役 霸魚的話是最早於美國克里夫蘭葉岩中發現 克里夫蘭葉岩是美國俄亥俄州的東北岩石城 保留著古老的泥盆紀海底 但現在在克里夫蘭自然歷史博物館裡 觀光客最熟悉的應該是另一個古生物鄧士宇 它同樣也是在克里夫蘭葉岩中最常見的化石 霸魚的大小和構造都蠻接近鄧士宇的 但不同於鄧士宇的凶狠與攻擊力 霸魚可能是目前史上第一個 以綠石小型微生物或魚蝦類的大型生物 霸魚嘴巴雖然大 但喉嚨很小且沒有鋒利的牙齒 古生物學家推測 它寬大的嘴 吸入了許多像是林蝦或是小魚的浮游生物 就像是現代金魚這樣的綠石型生物 霸魚在泥盆紀時期的熱帶海洋中長陽 是跟鄧士宇很不一樣的存在 第八名蛇齒龍 蛇齒龍署名意思為蛇的牙齒 是種大型核工類盤龍目的動物 蛇齒龍的生長至少2公尺 最大的個體可達3.6公尺 體重估計約30-60公斤 蛇齒龍的體型可能隨著時代而增加 直到二疊季早期結束時 它們才完全滅絕 它們的頭顱骨很深 並有著長隔部及銳利的牙齒 蛇齒龍推測可能在小河與池塘裡補食魚類 它的化石被發現廣泛分布於北美洲與歐洲 推測生存年代與二疊季早期就開始了 目前對於它的習性推測 唯生活在陸地上 但是古生物學家有派認為它是兩棲類的 化石特徵證明 它大部分的時間很可能都在水中度過 其中包含可以適應游泳的寬爪 細小的下巴 和適合食用魚的許多小牙齒 第七名 影鱷 影鱷屬名意思為紅色的鱷魚 但跟現代鱷魚的外表還是不太相像 影鱷是群大型的肉食性動物 化石在南北、俄羅斯及中國等地均有發現 它們是該時代的頂級掠食動物 生長約2.5-5公尺 有些種類甚至頭鹿可長達1公尺 同時代大型的餓齒獸類如肯士獸科 應該是它們的主要食物來源 影鱷頭部偏大上下距離高 這種動物的上下餓幾乎佔了長度的20% 這可能是所有動物中頭對身體的最大比例之一 其實外表看起來還蠻呆懵的 它的四肢雖短但強而有力 但它的移動速度並不快 甚至可說是有點笨拙 但幸好當時的一些大型食草動物 本身速度也不快 所以影鱷還是可以成功掠食 它是三疊技早期陸地上最大的肉食動物之一 捕獵時 它會用強而有力的上下隔咬住獵物 再用鋒利的牙齒把獵物撕碎 第六名 盾甲龍 盾甲龍是一種包覆著護甲的大型生物 生長約3.5公尺 生存於晚二疊技的俄羅斯 大約是2億5400萬年前到2億5200萬年前 它的署名指的是 它們身上的大型骨板 盾甲龍不像其他爬型動物 它們的腿是位於它們的身體底下 以支撐它們的重量 盾甲龍是草食性動物 過著群居的生活 適應當時潘古大魯的半乾燥氣候 它們的牙齒平坦 可磨碎樹葉與樹枝 它們的甲骨大可能可以發出巨大的聲音 作為求偶或警告對手用 牠們的體型巨大有著大型的消化系統 但牠們的腿不短 所以無法長時間的奔跑 頭部後方有許多根骨刺 身體有多排堅硬的骨質靈甲 可防禦劣食型動物的攻擊 盾甲龍雖然與恐龍沒有關係 但牠們身上的骨板構造 很可能是非常遙遠的海龜的祖先 第五名 益齒龍 益齒龍又名益齒獸長疾龍 生存於2億9500萬年前到2億7000萬年前 益齒龍同樣的也並不是恐龍 益齒龍與哺乳類的關係較為接近 更缺缺的說 牠們被歸類為盤隆墓 益齒龍的化石在北美與歐洲等地均有發現 二疊技時 北美與歐洲的氣候大概像大陸性氣候一樣乾燥 所以益齒龍有很強的適應能力 在牠們的生存時代裡 益齒龍是大型的頂級掠食動物 生長達3.5公尺 它最明顯的特徵就是背部的高大背反 這背反推測是用來控制體溫 背反的表面可使加熱、冷卻更有效率 這種溫度的調節非常重要 因為可以讓牠有更多的時間來捕獵獵物 第四名 犬隔壽 犬隔壽又稱犬頭龍 是生存於三疊技中期的肉食性獸類 身長約1公尺長 頭顱骨長30公分 犬隔壽具有寬口鼻部、銳利牙齒 四隻直立於身體下方 類似於現代的哺乳動物 事實上犬隔壽是最類似於哺乳類的一群趴性動物 牠們的化石分布於非洲及南美洲 犬隔壽署名的意思看就知道 為狗的下格 犬隔壽雖然名字中有犬字 但是與今天的犬隔動物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犬隔壽的齒骨有特化的不同牙齒 顯示牠能在吞咽食物前有效地處理食物 雖然牠的體型並不大 甚至遠小於其他獸恐怖動物 讓牠們擁有了更加靈活的身手和更加敏捷的速度 再加上發達的犬屍和強有力的咬合雞 所以牠們才能成為三疊劑時代小有統治力的劣勢 但隨著恐龍的出現以及演化 到了三疊劑晚期 更多的時候犬隔壽就只能以腐肉為食 第三名 Baby龍 Baby龍生存於二疊劑早期到中期的北美洲南部 大約距今2億7500萬年前 牠們最大的特點就是腦袋小脖子短 Baby龍的體型巨大 但頭部小身體呈現大碎痛狀 身長約6公尺 重達2公噸 外表其實看起來蠻可愛的 身體胖胖圓滾滾的 後面還有一根細長的尾巴 但別小看牠們無害的外表 牠們長有強壯的四肢 和四個靈活有力的大爪子 平時這些爪子可以幫助牠們挖掘地面 據挖掘植物來試 或是挖掘氣息用的洞穴 遇到敵人的時候 德可用來與敵人搏鬥 所以雖然牠們是草食性動物 但因為龐大的體型還有大爪子 所以牠們並不怕肉食性動物 那個時代肉食動物很難有效地對牠造成威脅 第二名 莉齒獸 莉齒獸 莉齒獸的署名意思為蛇法女妖面孔 是以希臘神話的蛇法女妖為名 不過我不覺得牠跟蛇法女妖外表有相像 莉齒獸被認為是類似於趴型動物的哺乳類 因為牠有許多類似哺乳類的特徵 只有少數類似趴型動物的特徵 牠的外表那恐怖的牙齒看起來就很威猛 沒錯 莉齒獸是惡蝶劑晚期最大型的肉食性動物之一 身長接近4.5公尺 頭骨有45公分長 那恐怖刀刃中的牙齒則有12公分長 早期 莉齒獸獸類的生物體型不大於現在的狗 但惡蝶劑中期的其他強勢動物滅亡後 使莉齒獸獸類在惡蝶劑晚期成為了優勢掠食動物 在惡蝶劑晚期許多莉齒獸發展到牛 甚至有些鹽花到犀牛的大小 可以說是當時惡蝶劑晚期陸地上的霸主 可惜這是歷史獸在惡蝶劑末期滅絕事件滅亡 歷史獸並沒有見證到恐龍的崛起 第一名 冠鱷獸 冠鱷獸署名以始為有冠狀物的鱷魚 生存於惡蝶劑中期約2億6千7百萬年前 冠鱷獸是該時代的最大型陸地動物之一 牠們的特徵是頭頂上明顯的角狀結構 可能是用來作為物種類視覺的展示物 目前已知的兩種冠鱷獸都發現於俄羅斯 冠鱷獸是一種大型帶笨豬的動物 牠的體型與成年公牛一樣大 頭顱擁有數個大型的角狀物 分別從頭頂與兩側往上與往後生長 有點類似於現在迷路的鹿角 冠鱷獸屬於雜屍性的動物 牠們會像常見的獸孔木動物一樣 吃各種植物的根莖葉 同時如果遇到獵食的機會時 冠鱷獸也會去捕捉獵物 牠們的牙齒雖然比不上純真的肉食動物 但是也具備一定的飼養能力 但大多數時候牠們還是吃素的 起初人們剛發現這種動物化石的時候 還稱呼其為帶著王冠的鱷獸 但如果從身體結構角度分析 冠鱷獸實在算不算是一種演化成功的動物 至今為止鱷獸已經存活兩億多年了 而冠鱷獸僅僅只活了幾百萬年 便已經走向了滅絕